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朋友经由救护车送往本院急诊 在本院立即启动了外伤急救团队进行急救 到院时小朋友已无自发性的呼吸心跳双眼瞳瞳放大 经过急救两个小时和家属讨论小朋友的病情 家属决定放弃急救宣告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